展现学校在影视教育领域的硬体实力 和培育全方位人才的决心 崇佑影艺科技大学近年来 特别为幕后影视人才 量身打造专业的空间与设备 我们现在来开箱 就是崇佑影艺科技大学的化妆间 那我们现在看到化妆间的部分 其实我们特别为了就是 幕后影视人才所打造的 那我们在舞台后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现场的空间 频数非常大 那每一个化妆台啊 其实都可以同时使用吹风机 可以吹风机可以同时使用 20到30台左右 那我们在这些过程中 包括可能跟民事跟三立合作 那甚至近期在三立的部分 也有拍摄就是说实境节目秀 那后面细节我们会再跟大家揭晓 那还有就是说 我们最近的一些不同的产学合作案 主要是以打造就是 全方位影视人才的基地为主 那我们包括就是到书画跟专业的部分 甚至美光灯的部分 就是说打造给包括学生也好 或是业界使用有一个完善的空间 诺大的空间内化妆台椅子排开 每一个位置都配置了专业级的设备 我觉得就是学到很多 比如说你想学美髮美甲 什么这边都有啊 那像我们现在在这间就是会四系一起合作 就是帮他们书化妆啊 或是绑头发啊 就是合作 那外面的话还有两间服装间 也是就是提供给我们这些学生去借一些服装啊 有那种舞台的服装还有一般走在路上的服装都可以一起去借这样子 接下来赶紧跟着时尚系老师到服装间 这里眼蓝是一座服装博物馆 从日常街头风到华丽舞台装 还有这个羽毛的部分也是蔡依林在演唱会的服装 真的是应有尽有到底有多少呢 已经超过万千 而且我们除了这以外我们还有另外一间 因为你会看到这边的服装都是比较属于一些舞台效果的服装 对不对 它会比较华丽一点 但是我们的另外一间的服装是属于戏剧类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同不同的服装 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另外一间是属于戏剧的服装 所以你会看到不会只有女生 男生也有 一定会有道具 因为在演戏的过程中可能你突然被求婚了 所以就有一束花 而说到道具包含天花板到楼梯 许多道具都是学生亲手打造制作 我们的道具间在这边我们还有一些楼梯 可能需要做一些串场的部分 除了我们平常的维护以外 同学们也要学会如何做道具 所以我们有课程里面会教你们怎么做这些道具 对所以我们通常都在这边操作 兼顾理论与实践并重 学生不用等到毕业才能踏入职场 除了在学校上课以外 我们也会带孩子们 带同学们一起到职场上面直接去体验 那一般通常都会说 我们毕业业就就业 不对 我们通常在学校就是 我们再学就再就业了 希望每个怀抱明星梦的学生 在这里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或许下一个影视巨星或幕后工作者就在这里诞生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